作曲 李宗盛 建聯成立了十二年 我們堅持用心為澳門為民眾服務 因為我們一直都認為我們是來自基層 所以服務市民 將我們市民的心聲可以帶給政府 基本上我們在這十二年的過程當中 我們基本上都是作為一個橋樑的角色 市民有什麼訴求如果我們可以解決 我們即時去解決 如果解決不了我們需要政府 我們就會轉介給政府 這就是我們當初成立的一個目的和宗旨 因為我們認為我們是來自民眾 我們依求民眾和應該是服務民眾 所以民建聯作為一個參政議政的團體 我們對特區政府的施政 我們一定是重點去推動和重點關注 特別在現在的民生的發展方面 我們覺得特區政府應該是作為施政的重點 居民來說很簡單 衣食住行 住可能是成為現時不少居民 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安居樂業居亦都在最前 所以在居住的問題裡面 民建聯一直都是要求居借有其屋 要協助澳門的居民有安居之所 第一次跟陳先生見面的時候 其實他沒有跟我說一定要你們民建 或者怎樣怎樣 但他反而跟我說了一些很理念上的事情 他只是跟我說 作為青年人 我們每一個時代的青年人 都要思考一下自己怎樣可以為社會做多些共演 為社會做多更多的事 這個給我感受比較深的 就是原來陳先生其實都很關注 我們現在青年人未來的發展 千萬不要介意要找我們 因為我們的存在價值 其實就是服務我們民眾 因為如果大家沒有人來找我們 提供服務 沒有人來找我們求助 意味著我們就是沒有存在的價值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無論是大事小事 只要是我們民眾的事 我們一定會非常重視 和用心去跟進 用心去做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